男子被警方压制在地 随后双手上铐 原来他不久前才因为拒绝盘查 跑给警察追 事发自在新竹新丰江 11号下午 远警在巡逻时发现一辆汽车相当可疑 立即上前盘查 当时车内一共有6个人 没想起中5人却趁机逃跑 消失在大街上 远警尝试拉开驾驶座的车门 但里头的男子就是不下车 一看到机会来了立刻拔腿狂奔 警方赶紧追了上去 双方就在车来车往的马路上上演 你追我跑 事后调查驾驶不单是一名失联一共 还无照上路 警方将持续查棄 其他5名还在逃亡的一共 道案离清案情 不过当时阵风上下班时间 车流量相当大 远警队一共在大街上追逐 仿佛电影场景 经见画面让不少民众看呆了 3天新闻张浩玉黄振杰新主餐报导